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那么今天接着来讲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第八章 咱们上一章讲到哪呢 就是周恩来总理从共产国际开会回来 他也是带着共产国际的这个指令 回来呢撤销了李立三的这个职务 为什么 李立三主义很明显是左倾的盲动主义是错误的 李立三要求我们力量比较小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 那么就周恩来总理回来之后呢 结束了李立三的这个错误 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在党内的一个统治 然后呢就是派李立三去莫斯科 汇报他的这个错误的情况 那么这段时期呢迎来了周恩来总理的 在党内的一个实际负责的这个阶段 那么在火过头来说一下蒋介石 蒋介石这个时候呢 跟张学良联合联手打败了 他的老弟李宗仁 他的老哥冯玉祥 还有谁呢 阎西山 那么中原大战胜利之后 那么蒋介石第一 稳固了自己手上的政权 第二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消灭了他自己的党内敌人之后呢 那么就把目标描中了 当时发展最为旺盛 最为出色的毛主席为首的这个 中央俗区 就是瑞金根据地 干南根据地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就到了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 就是第一次反围剿 那么针对第一次反围剿的这个军事行动呢 因为怎么说打仗比较枯燥 主要是讲一下这个事 那么当时呢 蒋介石派的是谁 江西省主席鲁迪平 来做这个围剿红军的总司令 然后呢 让这个鲁迪平手下的第十八师的师长 张辉赞做前提总指挥 这个张辉赞啊 其实是非常有来头的一个人 为什么 就是说国民党内啊 很多高级的军官是来自于什么 宝定军官学校 或者说是黄埔军校 或者说是哪呢 比如说是 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 那么人家这个张辉赞第一是从事革命非常早 一旦很早 他就开始呢 反员 反对袁世凯 而且呢 他是留日留德 双廖毕业 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 又在德国学习了四年的陆军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军事才能 包括他的这个学历在国民党内是数一数二的 再跟他 他回来之后呢 本身就在审 建国陆军第二军 也就是这个 谭延凯的部队里面 就任第四师的师长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起步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么后来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这个国民党内斗争的时候呢 他呢 是居中 谁也不跟 后来汪精卫失败的 以后呢 他就跟了蒋介石 那么这次由于 就是他的老上级 鲁迪平 获得了蒋介石的重用 封鲁迪平为江西省政府主席 而且呢 大家所不知道的 鲁迪平还有一个职务 后补中央委员 就是说鲁迪平呢 他在国民党中央都有份 那么鲁迪平为了给蒋 报蒋介石的知遇知恩 那么严令谁呢 张辉赞 清缴红军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呢 蒋介石方面出动了十万的部队 而且呢 采用这种长驱植入的战法 为什么长驱植入 因为当时我中央红军实际上 一方面军 总共才四万人 就是说第一军堂家第三军堂 那么十万对四万 当时呢 鲁迪平这一方他认为 第一 军力对比 相当于三比一 武器对比 他们的武器更好 那么他们的这个粮食弹药都非常充足 所以呢 就基本上也没有把中央苏区的红军放在眼里 所以才采取这个长驱植入的这个战法 那么很快 打败了 打败的这个过程就不讲 讲下鲁迪平的被俘 那么鲁迪平呢 被俘之后 他呢 首先脱掉自己的尼子军大衣 换了普通士兵的这个服装 但是呢 他这个人呢 怎么说 鲁迪平这个人 他是贪污受贿 包括喝冰雪 样样不缺 而且呢 因为吃得很胖 他穿这个普通士兵的服装很明显 穿上就不是你自己的衣服 这是第一 第二啊 就是这个张辉藏这个人呢 他的外号为张土夫 就是他呢 在清剿这个 我中央红军的时候呢 只要是山下的这个 比如说井冈山区的农民 或者是呢 赣南 闽西的这些农民 只要是 有我红军 驻军过的 农民帮助过红军的这些农民 全部抓起来 青壮年杀掉 所以说呢 他的外号叫做张土夫 就是中央苏区的这些军民啊 对他是恨之入骨 啊 真的样子的话 也预示了他将来的一个结局 那么他当时呢 化妆之后呢 带着他的卫士潜逃 结果被抓起来 被抓起来呢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服装啊 觉得不对劲 这个肯定不是你自己的衣服 但是当时不知道他是张辉藏 结果呢 他自己主动说啊 我是那个张辉藏市长 啊 我要见你们的林司令 就是他以为当时 把他抓住的是 一军团的林彪的部队 结果呢 啊 呃 就是士兵就把他压到林彪那 林彪就说 呃 没事我不杀你 那么当时张辉藏还比较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觉得林彪这个 呃 年轻人啊 怕成不住气 啊 没想到林彪说是不杀他 他就放心了 他说那我要见毛仲之 啊 为什么 因为他跟毛主席认识 就是在五四运动的时候 那么当时呢 就是张辉藏作为国民党员 啊 那么毛主席呢 是共同啊 他们一起驱逐在湖南的军阀 他们有合作过啊 也打过照面啊 但是呢 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说这个张辉藏啊 他在啊 围剿中央红军的时候呢 啊 就发布了抓那个毛主席和铸道总司令的这个悬赏令 而且呢 每个人悬赏五万大眼 而且呢 他所写的这个布稿说要拔猪毛 是什么意思 就是猪毛红军嘛 要把这个猪的毛给拔了 是这个意思 啊 结果呢 等他见了毛主席之后呢 毛主席也就啊 调侃他 说是 你不是说准备拔猪毛吗 你怎么反而被我们抓了 啊 这个是张辉藏被抓 那么张辉藏见过毛主席之后呢 基本上就放心了 他认为他的命能保得住 啊 因为啊 怎么说毛主席没有 对他也客客气气的 当时毛主席的这个考虑呢 就是啊 留着张辉藏呢 肯定是有用的啊 也怎么说 也是对于我党的一个宣传 那么回到国民党那边 张辉藏被抓之后呢 蒋介石首先呢 弃他无能 啊 你又是 日本陆军世官学校毕业 又是你在德国学习四年军事 你就这么带兵打仗的 这是第一 但是啊 为了表示他很爱护他的下属 啊 那么他也在积极的营救 那么最积极的呢 当然是张辉藏的老老婆叫姓芳 这个姓芳呢 他当然是赶紧跑到南京疏通 第一是给各官员送钱 再一个的话就找了成钱 成钱是国民党元老 那么成钱跟张辉藏关系是不错的 都是湖南的嘛 啊叫湖南啊叫成钱跟蒋介石疏通 那么最终蒋介石决定怎么样 决定是让啊南昌行营 就是江西省主席鲁迪平出面 去跟啊 红军交涉 怎么样呢 才能释放这个张辉藏 那么当时啊 这个蒋介石方面提出的这个条件 算是很优厚的 给我中央苏区的红军支援二十万的银元 啊 啊五千支步枪啊还有就是啊 释放我党的在押的一百名左右的这个就是我党的人士 当时就是蒋介石方面还派人去上海啊联系了周恩来总理 那么总理也觉得就说啊 留着张辉藏的一命啊 可以呢就是使我的中央苏区的红军呢解决很多燃眉至极啊 也是同意啊 做出来这个交换啊 但是当时的这个怎么说 当时不像现在一样打个电话或者发个微信 那么当时啊周总理在上海 远在上海 毛主席在哪呢 在江西 所以呢这个距离非常远 那么没有电台的情况下得派人去送信 就是说周总理已经决定了这个事之后呢 毛主席并不清楚 但是呢周总理和毛主席想的是一样的 留着鲁迪平是有用的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啊 啊周总理这一边呢就派出来两个人 啊当时这俩我党同志的名字我忘了 有一个姓李 啊有一个姓图应该是 印象中是这俩人 他们俩呢怎么说 到南昌去跟鲁迪平具体交涉释放这个张辉藏这个事 结果他俩到了南昌那个饭馆先吃饭呢 吃完饭准备去鲁迪平行营去谈这个事 结果呢随手看了个报纸觉得坏了 完了报纸已经登出来 鲁迪平已经被枪毙了 那么他俩赶紧就 饭都没赶吃 赶紧化妆就走了 啊不好意思前面已经说错名字了 是张辉藏 张辉藏被杀 那么说张辉藏已经被杀的话 那么如果他俩再去鲁迪平 就去军营跟鲁迪平去谈判 那么鲁迪平有可能为了谢思奉 把他俩抓起来 啊所以说呢 当时一个姓李的跟姓图的同志说 赶紧走 再不走咱俩的命可能就保不住 他俩先走了 所以说这个张辉藏为什么被刷 啊那么回到朱德总司令和毛主席这边 因为呢就是第一次反围剿的 这个巨大的胜利 所以说呢当地的军民要开一个庆祝会 啊那么知道抓了这个张辉藏 肯定是要求要公审张辉藏 当时毛主席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危险 还叫多派了一些我我党的同志 红军去保护这个张辉藏 在公审会上 但是因为公审会现场来了很多 被张辉藏屠杀的这种家属来了 来了呢就是一致要求要怎么样 要枪毙张辉藏啊那么当时呢就是我红军还是为了给大家讲这个张辉藏 留着有什么好处能给咱们这个解放区的军民 苏区能解决什么多大的问题 但是呢老乡对张辉藏恨之入鞄 老乡把张辉藏抢过来 压到这个树林里就把他给枪毙了 枪毙了呢还不够解恨 把他的头砍下来 装在盒子里面丢在盒里 这才解恨 那么从这个侧面来看 这个张辉藏也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或者说他这个张屠夫的这个名号是怎么来的 确实他是犯了众怒 他结的仇家太多 但是经过这个事之后 我党也总结了一些将来怎么样对待俘虏的个道理 为什么 因为张辉藏一死 蒋介石呢 方面发动了疯狂的报复 第一呢就是以张辉藏的死来告诫他的手下 你看你们敢不敢不好好打仗 敢不敢被共军俘虏 被俘虏了肯定要砍头 这是第一 而且呢以张辉藏来宣传就是妖魔化我党 这是一个 再一个的话就是说 蒋介石就怎么样 杀害了本来准备释放 就跟跟这个张辉藏交换的那一百个 在压的我党的这个地下党人士 装进麻袋里面丢在河里面给淹死 那么经过这个事之后 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 在中央租区就制定了一个对付俘虏的办法 不打骂俘虏 不杀俘虏 在一个不逃俘虏的这个腰包 那么就是说有了这个对待俘虏的政策之后 那么就说那么统战的这个工作相对来说就更容易做一些 所以说呢紧接着蒋介石在一个月之内发动了报复性的第二次这个围剿 那么第二次围剿呢他就已经升格了 不像说第一次围剿这样 以一个省主席带队 这次要求的是什么呢 军政部的部长何印钦亲自指挥 那么相当于就是国民党内的二把手 亲自指挥这个围剿我中央租区的这个部队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就是他吃了第一次的亏 长驱直入 第一次因为他们的部队是小看红军的力量 这边第二次的这个围剿呢 方案就是成了什么 勿扎勿打 步步为因 那么预知第二次的这个围剿的状况 以及我中央红军反围剿的这个情况呢 咱们下节再讲